DF 好今天要來分享的遊戲呢是一款PS4算蠻新的遊戲喔 這款遊戲好像不只在PS4上面出 連PC的平台、XBOX不知道有沒有啦 反正呢 PS4跟PC的平台是都有的 這款遊戲就叫做Apex英雄 Apex的意思應該是頂尖吧 好像是頂尖的意思 然後這款遊戲在上一次我玩司機的時候 就是絕地求生的時候 有很多人在直播的時間 特別講了說 有出了一款新的大逃殺系列的遊戲 那希望可以來試玩看看 結果在網路上面也看到了很多人在直播這樣子的遊戲 甚至他的聲勢真的是非常的浩大 夾帶非常浩大的力量 那有些人可能會討論到這些遊戲廠商出來的遊戲 他的品質會怎麼樣 我自己是沒有太了解說他們的優缺點是些什麼東西 反正只要是好遊戲出來 就會去體驗看看 有趣的遊戲也會去體驗看看 這次就讓我們來體驗一下這一款免費的Apex英雄吧 GOGO 好那我們現在馬上進來PlayStation Store裡面下載免費的遊戲 Apex英雄啦 這邊很快就可以找到Apex英雄 裡面其實有蠻多課金的內容 但我們暫時先不理他 我們直接到下面這個免費下載主程式的地方呢 先把他給載下來 那剛進來呢 一開始會有一個類似導覽教學的部分 這邊會教我們如何衝刺啦 然後還可以滑雷的動作 包括拿武器換武器 投資彈藥等等的都會教到喔 那整個教學在進行的算是還蠻順暢的 不過呢 到後來就覺得好像有點多餘了 反正進到遊戲裡面再來摸索看看 所以呢就直接把他給離開了 好不好 簡單的學完一些教學就把他離開了 這個教學其實還是要稍微學一下 就是會用槍啦 用子彈啦 然後呢 簡單的 reload 就是裝彈匣 這些還是要稍微學一下 剛進來裡面呢 就有一個很像大逃殺跳機的畫面 不過呢 因為他不是第三人稱的 所以看不到飛機了 會有一個隊長選擇一個降落地點 我們可以選擇跟隊長一起飛 也可以中途離隊 那在這裡呢 羅卡是選擇跟隊長一起飛啦 下來之後呢 會有點像那種 那種搶錢搶樑搶娘們的感覺 看到武器看到所有的裝備彈藥等等的 全部就是異國風 搶 搶就對了 好不好 因為在附近呢 也有可能會有敵人出現 所以呢 越快搶到 該好的 優良的裝備 這樣子呢 越有機會可以在前期存活下來 那這邊有進來裡面看了一下他的一些 槍托啊 等等的一些 周邊 槍械周邊 是會直接幫我們裝備上去了 好那剛進來看到敵人這裡啊 其實講真的有一點 太緊張了 所以把那個 類比搖桿喔 大力的也晃了一下 這個絕對不是遊戲的後座力 這個是自己晃的 然後呢 現在遇到槍戰 解決第一隻 太開心了 好不好 那解決之後呢 也會有這種類似箱子的東西 這就是 應該算撿屍體啦 因為他的身上的裝備也會掉出來變成一個箱子 那我們就可以過去撿起來 把裡面的裝備有需要的撿起來 那一般來說都撿彈藥或者撿一些周邊的 配備 然後呢還會撿一下他的頭盔跟他的防護衣喔 這個算是比較重要一點的 遊戲裡面的整個槍啦 其實看起來喔 都比較科幻一點 那個 槍的子彈數量啊 還會在後面這裡一個LED的方式顯示出來 這個算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因為很多大逃殺遊戲喔 他的槍械就是比較 一般一點 可能比較擬針啦 但是呢就沒有這麼的炫力 這麼的華麗喔 這一關其實 洛卡是跟另外兩個隊友一起玩的 這兩個隊友呢 雖然說是在網路上面遇到的 但是講真的還蠻厲害的 所以呢就一直跟著他們走喔 那存活了算是蠻久的 最後呢有一點點可惜的地方是 因為 後來被手的彈也殺了 所以呢 自己就 掛了 然後又拖累到隊友 這一場呢 其實有殺了兩個還是三個玩家吧 算是還蠻開心的 因為玩這種大逃殺遊戲喔 技術不好 能夠殺到人 那種感覺是特別開心 遊戲在進行當中呢 其實也需要一直去找尋一些 裝備或補給的東西 因為我們的血可能會 減少 然後呢 裝甲也會減少 子彈呢 更是需要補足一點的話 會比較好用 對於到後來啦 就是 圈子越縮越小的時候呢 可以越來越有機會可以 生存下來 那這個懶神的部分 其實不太會用 所以後來爬到很高 就往下跳了 因為不知道可以爬到哪去 然後往下跳之後呢 發現到一個重點就是 他掉下來不會扣血 好不好這個是違反物理性的常態 不過其實在剛開始跳飛機當中啦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注意到 其實他沒有用降落傘喔 就直接下來了 所以代表這群人 他的身上的裝備是比較 科技科幻一點的 他的敵人其實算是還蠻近 就有機會可以遇到 但每次在遇到敵人呢 都會遇到 拿不同裝備不同槍械的敵人 而且呢我們也不一定會看到敵人在哪裡 需要慢慢的來習慣用 手法的玩這個遊戲 當然有很多人說可能用滑鼠啦 鍵盤啦 這樣子的東西來控制 是比較簡單一點的 不過多卡選擇用PS4的平台來玩呢 還是希望遊戲的公平性 就夠高一點 畢竟呢自己的技術就已經很差了 如果再遇到那個 不太優良的公平性的話 大概會 性質大缺吧 當然PS4也是可以購買鍵盤跟滑鼠的 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好 終於透過下載 這個免費的APEX英雄 稍微玩他了一下 那其實他玩了五六場左右而已 來分享一下這些心得啦 其實這次在玩這個APEX英雄 有幾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是 他的遊戲場景比較科幻一點 而且比較 天馬行空一點 整個角色啦場景啦 真的都是屬於比較科幻 跟耀山英雄還有 傑弟求生呢 其實他們的差別是有做出來的 那因為他的 整個背景比較有科幻一點的狀況之下啦 色彩呢 看起來也會比較豐富 玩起來呢 也會讓視覺上面有不一樣的感受 再加上他的槍啊 武器等等 也算是比較 科幻一點的樣子 所以整個在玩起來會真的有別於一般大逃殺的感覺啦 那再來呢 他的飛行是 好像跟著隊長一起下去 但是 我自己 不敢 斷定哪一些 跳下去的點喔 跳閃點是比較好的 所以呢每次只要有拿到那個 跳閃的權力的時候 主導權 都會把他丟給下一位 有一次呢在跳是真的非常的不幸 因為剛跳下來就遇到一群敵人 而且 跳的地方 沒有什麼武器 只拿到了手榴彈 然後那個手榴彈在那邊丟敵人拿著槍在跟我們打 然後我們就伸拳頭在那邊揮喔 一下就掛掉 那一場總共才玩了一分鐘多吧 連配對等組隊的時間呢 可能都比那一分鐘多還要久一點 這算是蠻特別的一個經驗啦 再來呢這款大逃殺呢 他不是第三人稱的 他是屬於一款第一人稱的大逃殺 所以呢直接在玩起來我們就是握著槍像CS的那種感覺 在戰場中進行 那因為是用手把在玩的 所以整個控制啦 還是有待習慣 整個 類比搖桿的在推 其實有時候一緊張下去 哇那個 那個準性真的是 移動的幅度就非常的大 所以呢在描敵人啦 講真的是有點挑戰性 需要稍微習慣一下 那整體在玩下來呢 其實會發現他的 跟 絕地求生的感覺呢 比起來 會比較 緊湊一點 因為他的地圖感覺好像沒有那麼大 所以在玩起來會跟 耀塞英雄感覺比較像一點點 之前在玩耀塞英雄啦 其實好像蠻容易會遇到敵人 可是在玩絕地求生呢 哇那個 整場地圖喔 真的有一點 極靜的感覺 就是很久會突然聽到一個敵人 然後敵人出現那種 腳步聲啊 或開車的聲音啊 就會很緊張 或者是聽到槍聲 就會很緊張 那這款遊戲呢是 比較容易遇到的感覺 稍微比較容易遇到 所以呢在 地圖的大小呢 或者是這個 整個玩起來的緊湊度呢 是會跟耀塞英雄比較像一點 但是以畫面上來說 真的是大大的 取勝於 前面兩樣的遊戲啦 整個在玩起來呢 算是有一種非常新的體驗 他的好處呢也是不用把什麼 狙擊禁啊 或者是拿到一些什麼周邊的槍托什麼之類的 要另外自己做裝備喔 有特別看了一下 他只要撿起來之後呢 我們有對應的槍 或者是對應的武器 他就會直接裝備上去 算是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呢整個在玩起來會不太一樣的感覺 有機會呢 也可以自己下載來玩玩看 因為他的 遊戲啦 其實有分 免費的 那免費的其實就可以玩了 跟耀塞英雄喔 也是蠻像的 那裡面又有 課金的部分 課金的話呢 我自己是還沒有課 所以還不太了解 課金會有些什麼東西 可能是角色吧 因為有一些角色怎麼是隱藏的顏色 然後還有一些可能 裝扮啊 之類的 那那一些呢 目前為止是自己還沒有課金 如果呢 想要體驗一下這款 大逃殺遊戲的 也可以下載來玩玩玩看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說之後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今天的 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下次見 掰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